2022年1月1號賽事 第一場5班1800米 這場馬步速有會展達人 無限驚喜 甚至劍列風也不會很快 正常不會特別快 1號馬這隻美活人生 我始終覺得它是1,600馬 1,800馬也不太到 季初何摘瑤也可以 上年波件事也可以 但我覺得它不太到 1號回路真的 1號回路可能比較好 另外一件事馬房這陣子是立得很厲害的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總之它好像馬全部都退了 我就只能夠建議 拖回四龍彩腳 2號馬這隻會展達人 你見到Donna Pross的兒子 我上場也說了一件事 它那貨集真的好像很頑皮 明顯地頑皮 上場是賺滿了 萬步速的回來 你看看它最後幾步 真的是捱的 當然了 走掉了 對著更加差的馬 就不行了 這次的對手不是說 事得很緊要 但是呢 都OK的 我覺得 是經常了一件事 十三檔 路程嚴長 所以我想 我也是那些 美國人生那一類 我想我四重彩 我會建議拖回票 但是頭四五選都選不到它 三號馬這隻奇妙飛揚 一隻完全未近過的馬 另外一隻Donna Pross的兒子 Donna Pross真的好像不太適合香港 不如這樣說 全部馬都不厲害 但反而在歐洲那些馬就OK 看Donna Pross的種 是賣 New Approach New Approach By Gali Lio 可能真的 只適合歐洲 暫時來香港都未得過 減三分的馬 落斑 增程會幫到手 但我想這場馬還是難些 四號馬 無限驚喜 這隻馬你看到 連續兩次跑 田祖都跑得很好 上次鮮辣米其實有點嚴速 而你看看他前一場贏馬 那一場千八位 落重飛贏 還要贏成功星驅 華美覆星 贏得沒得跑 根本他仍然很有分 在手 跟鄰仔聊天 我希望你起個馬 最少他都說是 這隻是 我想他機會是非常好的馬 看回他的對手 他又可以前置 又易當 又沒有什麼快馬 近況好像是他最好 所以我想應該是穩膽 正正常常出閘 應該贏得到 上心星排一個八檔 我本身不想選他 但我看到他之前的狀態真的不夠 但現在37分 評分也沒有什麼優勢之下 我再想一會 這隻馬 田太安上年贏馬 第一 第二 他連續兩場都不夠狀態 這麼大隻 但回到來不差 所以我想想想 要選他去拖腳 他狀態真的不是最好的時候 但評分 37分 對著這樣的對手 不是很優勢之餘 其他馬更加差 所以我放到第二選 川河進區 Not a single dive 馬雅騎 來到香港跑八次 完全未得過 路程方面應該沒有問題 但看不到有轉變 那隻馬 覺得那隻馬 還未得過 最近試了貨集 都不肯走 所以我想遲些 標形奧漢Smart Misser的兒子 上場跑1650米 我都說要拖腳 這隻馬 因為沒有馬好選 但我們想想想 這隻馬 草地未必夠泥地那麼好 但他至少追過那些堅有料 即是過了堅有料 樂天派那些 回到來的勢不是很強 但在這組 對手太差的情況下 他排了三檔 跟著六七位 有權差三四重踩腳 但只是拖腳 華美福星 之前兩次跑了第三名 上次速回跑1650米 遇到慢步速回到來 就不多 真的不多 其實我差不多沒有 我怕著 上一次他沒有跟到前 不知為何 但這次會不會跟前 跟前又到不到 因為他其實那兩次 都不是很出色的第三名 只是田草千百米那場 部速正常之下 他回來是被一隻無限驚喜 彈掉了 但他都不迫近到一隻成功升區 成功升區 在他入面捐 都不是捐好 都蠻吃力的 所以在這組裡 和回展大人 和未活人生都差不多 前置型 但只是限於拖腳的馬 幸運飛彈 9號馬 這隻馬的評分 肯定很有優勢 季初出的那場 都可以跑得這麼近 但上場增程 完全一滴都沒有 可能因為部速關係 狀態方面 我覺得他有基本水準 不是說很好 就是騎下去肯走 但算回馬 我寧願等他跑 谷槽1650米 在這組裡比較難 劍聶封排14檔難跑 雖然有點優勢 但他之前贏完一場 是賺得很厲害的 上場跑離地 完全一動都沒有 所以我之前也說過 狀態不好 所以他贏完一場 是一場非常搞笑的賽事 因為人人都不放 變成他賺到運 我會抹掉一場賽職 白露勝勢 我很仔細看了他近幾場 因為上場我都有選擇 我問他是不是可以在前面賺 今次也可以在前面賺 看他的血統 其實他跑到2000米沒有問題 他的Full Sister 跑到2200米 本身 他的媽媽叫Lego 外祖母叫Lix 他是橡樹大賽冠軍 贏到2400米 所以我想他增城跑 1800米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其實有想過 把他放在上心星之前 但我想算了 至少田草可能差一點 把他放回第三位算 一隻有權入Q的馬 金剛複星是甜橙的兒子 這個我都說過 這種我都說過 不好的 這種真的很少厲害 田草曾經跑過第四名 但在這個路程跑第四名 之後的兩場 跑得比較失色 但阿蔡在逸款下 但他排棄7檔 不排除追一段第四名 才可以 autonomy 正義區13號馬 又排走9檔 去年時似乎那天 四班來 五班有好處 對相當中 但但是 未來的稍底 也能下忙 這一季初出一邊 也排了第三名 之後三刻鎖 好像是一隻馬不聰明和第二是操不起來的 我想這組得比較難 榮華王昌減4分 也挺難 我想他可能要跑2200和曲噪 看完細馬 這隻無限驚喜 大熱門也好 應該有五六倍 一注WINPAY 我想我怎樣也會介紹這支WINPAY 希望先拿到一個頭彩 計算其他馬 其實我覺得會展達人會前 美國人生會前 八路盛世會前 但計算近方 八路盛世應該是最強的 這三隻 上欠星我 因為牌檔關係 我會先放八路盛世 但我覺得這三隻馬比較兇 其他馬我都覺得可憎欠穩 第二場 四班1200米 這場馬的捕捉應該會很快 因為是齊心同行 以後馬齊心同行 他好像只有1000米力 1200米 谷草也贏不到 最後也捱不到 當然可以說 他上季初出的時候 贏了一場千二米 對 就是初出那場 但之後 也是一般的 我覺得他這次 都會放到出來走 然後捱 B加2難 希望他賺到 計算狀態 沒問題 加重戴眼罩也會OK 鬥志非常鮮明 整手馬配合而來 但是我怕千二米 現在不到 第一 第二 重戴眼罩 我也怕他現在會過急 二號馬威力奔騰 上場臨場有選 我試試看 是否中了Q 總之我是選了他的 但怎樣都好 我想說一件事 這隻馬是中了Q 我記得是26 500多元Q 上次輕描淡寫的 和你跑幾步 贏了一隻 用眼光和梁法款騰 他在四班 隨時填草都要跟進 他是跑幾步 和你跑了22秒61出來的 這些馬很明顯是大超斑馬 很明顯的 你是怕過馬房 但是上次就 吃了壺 八倍 今次轉過來填草 對手換了一批 肯定有部速 我想未必會大熱 但肯定是大超斑 戰鬥英雄 跑了田草1200米 好像不夠 谷草1000 或者1200米 那麽好嗎 或者田草1000 不是 田草1000米 因為田草1200米 好像不夠余勢 上次谷草得很厲害 所以上了三班 跑了幾場都輸了 跑了五場都輸了 剛剛跑了一場谷草1000米 回來是不多 明顯是在部署減分 我想遲些 淺草飛 上次有選擇 特別說是下線 Teslaurosa 這隻 還是泥地特街的馬 但草地 它真的不算很厲害 它現在的評分 54分 肯定有點微利 但是 它在外地 跑到1400 1600 我覺得它在1400 草地 好過跑1600的馬 但是泥地 最初沒有1400 如果不然 應該贏得馬 這隻馬 跑 草地1200米 好像低一點 我覺得 還要排13當 賀老年 會怎樣 留口 或者全程四跌 不會和你攝 當法國跑 所以 因此原因 我選不到它了 美麗在線 我本身蠻喜歡這隻馬 我覺得它之前來得進度不錯 但始終是賣 Shamus Award 應該不是太短的馬 而且我看到一件事 我都跟馬主說 它在內地試襲 刻意教它 留著來跑 它是OK的 在前面走 它是分野不多 好了 回到香港 第一課 輸給中干2 打磨貨 時間快 挺帥 但到最近的這一課 菊草這一課 我覺得一般 不上不下 而且 我覺得它有點怪怪的 這隻應該有些能力的馬 但熱身後會比較好 贏不贏得完 我不敢說 我肯定這隻馬有能力 但我看到它的雜有些怪 可能熱身後才看到真章 很有精神 是蘇斯塔的兒子 下線派是Dassison 等它跑泥地 C閘不一般 應該是這麼說 最近的企業 又推又打片 出片 很生 在11月19日 重發貨集 騎得很大力 都沒有反應 七號碼勁得手 Foxbatch的兒子 跑草地 你不會想它 我怎麼都不想 上季贏 總之等它跑泥地 還要拖腳穩陣 就是跑泥地 52分 可能還要減少分 時時奪彩 Swayness Swayness 暫時這個總 都在香港沒有值得 是實力牌 剛剛上了名 和誠心所願 是飄忽型 12月1日 初出都輸了幾遠 之後試了兩貨集 剛剛試貨泥集 100米是包尾的 再之前在重發四貨泥集 也是包尾的 好像不肯走 不懂得走 當然它跑草地 比跑泥地 但我看到狀態還不夠 等它先起了 我認為它現在 應該跑草地好 電子寸棋 Dissident的兒子 怎麼都應該跑長一點 很少跑這麼短 很少可 看血統方面 我猜它應該要1,600 打雙掛 看到周俊良是摸實 但之前的一集 是沒有表現的 所以我覺得 要給它一點時間 還未夠 超越明驅 上場我都說 這隻脈還差一場 差一點 它是有能力的 但還未夠 但上場 有一件事要特別說 步速非常慢 但它爆過22秒38 差不多 在包尾追上來 它留得太厚 回到來 很小 它的走勢 輕描淡 迫近了 錢多多 太陽拍檔 雨勢很好 有緣人之後 都能夠再上名 其實它和有緣人 回來不是差很遠 有緣人是網兇 還要在馬上捐 但回來 有緣人彈他一點 但他輕鬆一點 這隻馬在這場 一陣子 一陣子 因為有快馬 希望它這次不要流太後 上次是虧了萬步速 這次有快馬 就算跑回上次的位置 這次是有權欠三四重踩腳 風繼續吹 你見到他排了四檔 這隻是shooting to win的兒子 我特別講了幾次這隻馬 看到他的試袖 通常這系馬要四歲才行 這個血統 但這隻馬來得很快 而且挺熟 狀態已經夠了 但從化是輕鬆的 不知道有多少底 這隻馬感覺上是一隻應該有用的 我就放在第二選 原因是 我覺得他可能是一隻大大大超班馬 三歲仔 但是 當然 未來會更加好 這場馬 贏的應該未必到他 但可以爭 好有利 馬房弱勢 真的 昨天跟他通電話 約喝咖啡 和石哥 1400米好一點 1200米嚴短 其實這隻馬很神奇 他贏馬的時候 你打算他可以的時候 就不可以 我打算他可以的時候 就不可以 打算他不可以的時候 就不知如何跑出來 很神奇 我覺得他的評分 肯定有優勢 但路程嚴短 減不到他 是 魅力仔 你看到他 上場跑過第六名 回來 軍速沒有改變過名次 有紅利贏 晉晨第二名 回來 輸給馬神好運 和線路盈起 你想一下 這組到哪裏 十二檔 減馬分 標之智慧 來到香港 只是未得過的自購馬 排十四檔 用蔡明少 應該幫不到手 在外地 Wisdom Pash 都跑十四次 不是很強 即是 四班馬 勉強四班馬 但好像要濕地難地才行 我想要給他一點時間 下班才想 這組馬 有幾隻馬 一定要選 齊心同行 威力奔騰 一定要選 在月明區 一定要選 這三隻馬 一定要選 美麗在線 超班 但遲些要跑長一點 我先放下去 因為始終這隻淺草飛 排了十三檔 難跑一點 而且它是泥地好過草地 我又放一隻風 繼續吹在第二位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很有能力 但我覺得馬膽都是威力奔騰 上場真的大大大超班 希望過來田祖可以 這隻馬都不是很小 他有一千一百七十幾磅 所以來到田祖都應該夠撞 他的爆發力很強 會適合長直路 希望這次可以順利贏馬 第三場四班千二米 報竹 正常 未必會說特別快 因為Eason和正本洪森 街運法 不會說和你旁放 一號馬街運法 這隻馬就上場贏 但真的純粹贏騎士 打上來 住一千米 贏什麼馬 富高八斗 電腦七號 未必說很厲害的馬 四班夠爭的馬 他初出那場 萬報竹回來 是輸給你熊熊的 跑贏天天得樂 雖然天天得樂 和怪獸奇兵之後會贏馬 但那場賽職 告訴我馬未必說很厲害 這次還要加了磅 頂磅 我強行放下去 第二選 純粹因為 沒有什麼捕捉 第一 還有第二件事 馬防配合而來 第三 一檔 這次還要加速 天行健 爆冷那場 我都說這隻馬 拼出外面追 很好的 但那天他就 踩進去 在裡面追 也可以 上場就失望 萬步速 然後他硬踩 其實狀態還不錯 加了眼罩之後 整隻馬不同了 我有特別提 這件事 他跑過這個路程 季初的時候 快時間 因為三班 快地 你見到他近期的表現 好像比較下距 還要換上巴道 巴道跑短途馬 不是每隻複日 所以我有少少少少少少 輕微擔心他 這次的排三檔 首先已經嚴短 第二 我怕他在裡面 塞 這場馬 不是很多快馬 他是有捕捉 但未必說很快 我怕他在裡面塞死 除非他很聰明地 踏出外面追 轉飛龍 狀態肯定沒有問題 評分57分 也是很有優勢 但我都長期說一件事 這筆馬 前至後追 都可以 評分肯定有優勢 但非常非常非常飄忽的馬 是一隻 長期只能夠拖腳 三四重彩的馬 在這個評分 長期拖腳 特省 都七歲 下班應該開始接近 看見他11月24日 跑完之後 還未再試襲 你當這課大閘 之後增程 跑到1400或1650米 會OK 初初跑到1200米 可以 但之後 跑起來 要再長一點 1400至1600 你當這課大閘 我看差不多到 評分很有優勢 五毛馬 Eason Ridden Tycoon的兒子 上次很大聲 每個人都打來 說這隻馬 贏得了 這樣說 這麼有趣 原來 馬會說 千秋句子 Ridden Tycoon 指字沒有什麼長力 但不是的 現在Ridden Tycoon的兒子 都越跑越長 我聽當地的列馬師說 這隻蠻有用的馬 Mark聽他說 回課 正常操練 初出那場 就慢步速地賺 回來 輸給一隻有緣人 跑人前多多 太陽排檔 他都賺光 這場仍然有權賺光 但 如果他要贏馬 比上一場 他要更加進步 我覺得是可以爭QT的 正本雄心 選得沒什麼好選 迫著選這隻 霍利時馬房轉出來 你可以預期進步 剛剛那隻 跑得寶寶都能夠 千四磅贏馬 最近和你行進寶區試襲 很輕鬆的 行進寶區贏 去跑第二名 行進寶區 剛剛都能夠 後取上第三名 我看到他的狀態 是真的不算頑皮 輕鬆的 轉了馬房之後 我覺得他有權進步 唯一擔心的 是沒有了眼罩 會不會 OK 只是這樣 但是計馬 計評分 在這組裏 夠爭四用彩腳 七磅馬 安度 Exceed and Excel HOLD THE TIGER 下線 這隻馬應該 不便宜 但應該跑長一點 看最近那部曲集 包尾 之前那部 重化800米集 騎都不肯走 我想要給點時間 超級黃蜂 排個十三檔 這隻SwayNAS 也是SwayNAS 暫時香港沒什麼好東西 最近12月17號那貨集 騎下去 很散的 沒有貫注力 11月22號那貨集 也是 騎下去都還不可以 我想要一點時間 智勇財星 例如 CANTO這種 下線塊實錶 應該 穩固的 應該會有賣 有多厲害 真的不知道 但是 最近的試貨集 有含蓄 在後面 但是那貨集的水準 我有點懷疑 在重化的集 騎下去 所以我覺得這次馬 是初起 留意一下他走勢 應該會跑長一點 但是 對手不強的情況下 如果投注四龍彩的話 這些狀態不夠 但是對手更加差的情況下 四龍彩 一樣滿意是Charm Spirit的兒子 Charm Spirit在香港 真的是四班鳥 三班都不多 是四鬼喜 其他都不一般 初出那場是12月1號 追下去不多 之後功夫是正常 但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看見他試襲 之前的試襲很一般 我想要給他多一點適應 喜悅精靈 上場就跑過第三名 但正常 部速之下 其實應該有第二 他回來 鬥輸給一隻 即是 他回來追很多 輸給一隻聖王才 而那隻經典之光 是很大 超班姿態 當然 他真的挺厲害 在那場的表現 兩隻馬都在後面包尾追 騎下去 真的驚艷之光彈 但那場的步速不算很快 但這場馬 會不會有個快一點的步速幫幫手呢 我本身看不到 但我想想想 有了上場級的經驗之後 這次排了六檔 不會留那麼後 不會那麼蠢了吧 上次因為12檔 這次跟前一點 贏得了吧 有個配備轉變 精明勇俊 減了兩分 但他跑三次 三次都有追小 每次都肯追 他應該有些能力 但要跑長一點 追近技 和八騎士試火閘 騎下去真的有小 應該有些能力 但要跑1400-1600米 我等他減夠分 跑1400米 或1650米 的谷槽 應該有些用 希望他能夠 贏一下馬 但這組度不夠跑 奧華威威 等他跑來地 暫時 我看不到他跑槽 有能力 還有11月24日 跑完 那場都輸得很遠 功夫就像是部署人減分 桃花旺 排一個八檔 還沒贏過 在賀賢串 跑過第四名 季初的時候 之後連續三次都不行 而且是菊草 菊草都不行 我經常都說 很神奇 慢步速的情況之下 菊草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間捐上來 但不懂得怎麼說 突然間捐上來 其他馬系比他更加差 但始終這四班都是菊草 還要一般的表現 我猜減兩分落班 這場馬 Eason和佳韻佛兩隻馬 會在前面賺 很明顯兩隻馬 會在前面賺 不能不選擇的馬 轉飛龍長期要拖的馬 正本雄心和天行見 我在這兩隻馬之間選擇 我選一隻冷一點 正本雄心 因為我覺得他可以更前一點 馬防第三選 應該有錢分 但馬膽我仍然覺得 那隻喜悅精靈有分 當然 跑了幾次 證明未夠Eason和佳韻發多 但我覺得上次真的虧了 檔位和捕捉 今次轉了賠備更前一點 刺是配合威力軍騰而來 所以我就把他走投 但頭柱上 怎樣都是佳韻發Eason 可能這兩隻膽會比起 氣悅精靈做膽 第四場 三級賽是1400米 這場馬步速一定有 二郎健康愉快 一號馬這隻聖德精彩 我經常說這匹馬 跑三級賽 長期能夠贏的馬 三級賽是能夠 惡的 因為是羊磅賽 但這次是羊磅比較多 第一 第二 就是他跑完 11月21日後 沒有跑各企賽 試了兩貨集 之前和檔家精神試 OK 但要騎 10月24日後 余金堡的貨集 很有趣的貨集 非常慢 他在內 一般 勁駁 和周共濟 明顯比他好 我覺得他有少許下降 但這些馬 長期拖著 二郎馬健康愉快 應該 上季尾的時候 壞了 大敗 都做得幾多功夫 回來才出賽 11月19日試 和連連有刑試 快時間之後 不合格 再試了 12月3日 和勝利多多試 他又很輕鬆 時間也很美 試贏 幸福笑容 12月21日 再試 輸給龍寶寶 尾小寶 跑完熊雲大師 但他 放了出來 很快按著 一隻狀態 初起的馬 能力上 這個評分 有點嚴朗 但這場馬 他很好跑 他可以跟著二郎 守著前置好位 我覺得他有權 欠第三名 二郎 這次不會被他 在前面放回來 季初 就被他好自快 在前面 當時 113磅 和閃耀菲倫 達森星 讓他磅 韋小寶 和他平磅 但那場馬 他全都賺了 步速是正常偏快 但回到後 可能他偏差 那些關係 他就贏了 之後連續三場 完全沒有表現 因為評分已經浪到雲 我覺得就難一點 幸運快車 一隻純千四馬 千六不到 我上年也說過 千四一定比千六米 甚至千二米 比千六米 更好 初出那場 贏馬 都贏得挺純 挺辛苦 頂住 白寶川 雲聖美威龍 這次對手完全不同了 你見到他連續兩次都輸得挺 他在十一月二八那場 均速回來 你當他熱身 但剛剛國際賽 回來真的完全不夠跑 他不夠的級數 十二月二十四又再試科集 回來全程輕輕鬆鬆在外面跟回來 狀態沒問題 但評分有點嚴朗 是三四重彩腳 不用多說 他沒有優勢 但他是不是都和你追了一段 這次是中磅一二七磅 三級賽都是中磅 就是一班賽 一班賽都是相差三四名 勁勃 這場馬我不敢完全滑死他 原因是 他很明顯是嚴短的 韋小寶健康預費 應該比他更適合 但始終他跑完一級賽 他下來跑 第二就是 他最近試了貨集 24號的貨集 就是禹錦寶貨集 看他在外面 全程按到緊緊緊 我覺得他有勢不錯 唯一擔心一件事 會不會太厚 7號馬包場泰步 為何選擇閒頭 因為喜歡收拾好檔 第一 第二就是跟鄰仔說 如果收拾好檔 只有二郎快 健康預費未必足夠你快 所以如果出閘正常 守到二三位的話 他很好跑 特別你再看 季初贏馬那場 贏二班那場 他一二四磅 現在一一七磅 那場馬贏一定 美麗勁力勇士的貨 其實他贏得很出色 那場馬的姿態 時間都很好 如果能夠 跑出那場水準的話 因為現在一七磅 你有權贏你的 唯一一件事 我看到他上了重化 我覺得他的狀態 好像沒有之前贏馬的時候 那麼好 希望這次換了一個配備 希望他會跑得好 好了 中泰波找到行頭 先用回贏馬配備 第一 第二 就是輕綁 沒有快馬 只有二郎 他一出閘之後 可以跟著 後面跑 希望不要浪蝕 因為他三檔出來之後 已經是最快的一隻 不要自己放 但是如果 有馬卡過來 你就自己貼著欄 我是怕一件事 怕他會被困死 我希望他可以移反出二碟 如果二郎買一來 你就拍著二郎 在他外面走 或者在他後面的半個馬位 因為我計算數 我也是勝得精彩 幸運快車的勁勃 應該是會留後跑的 反而健康二快馬位小寶 就會欠第二位 二三位的位 會賺的 腳方面 剛才也說了 全部馬里都要拖 不如一注 包裝台補免皮算數 我不會重注 因為始終初次跑三級賽 第五場 三班千六米 我昨晚也寫了這場馬 因為我看完之後 哇 弱到肯定有捕捉 有極速飛彈 有隻幸運傳奇肯定快 即是捕捉一定有 但馬弱到暈 所以看看會怎樣爆 一號馬這隻金戈爾 莫雷拉肯跑 第一 他本身在二班之前 貴內1650米都追得近 他神科經常都試得很好 級數上他應該是有的 他一定有能力的馬 但真跑的時候 經常都追不及 但今次 田草 千六米 對手差勁 還要排三檔 用雷神 我初時在想 會不會找復宏星跑 要找雷神跑 可以欠位置 因為對手實在太差勁了 和周共濟上次馬雅 就有少少失 這隻馬在外地的級數很高 阿B丁這麼說 他外地雖然是大不利癲金 標 跑得很險 但始終贏那隻叫做Dubai Honor 之後在大賽中 和香港杯也能跑得很好 所以算死數 他真是可以進步,他是文壇怪傑的全兄弟 我也很奇怪為何他肯賣,因為很小顆 但我也覺得他肯賣很奇怪 但來到香港現在是1086磅,一點也不小顆 所以我也跟朋友說不要太介意 這些賣會進步,會越來越大隻 1086磅上場,帥氣的,回來後,塞了之後追下去不差 當然他受制於一個慢步促之下,這樣追下去 他早望空過包裝智慧,人弱一點,騎下去不夠包裝智慧 但這次的賞程,試襲也試得很好,我覺得非常適合 贏得馬的 剛剛那個口訊好像錄不到,我覺得他應該贏得 這場可以 川羅冠居,方家拍馬房的馬 我也說過這隻Night of Thunder的兒子 外地的形勢不算很強,要進步一點才行 但上場初出,看見他肯追矛 那場的步速不算很快 但見到他肯追矛 不過他又追不過那隻蝦咬燒賣 預勢很好,增程會更加適合 但我有一點擔心他夠不夠 12月12日之後的功夫只有兩課快跳 我覺得好像要再跑下線 千六米會適合跑,但他有能力之下 但其他馬證明比較多一點 我沒有放在頭五選中 都靈太陽,他在外地也是大筆尼丁錦標 是跑第六的,他不是很強勢 大度尼丁去跑,上場均速 我不覺得很出色 當然那場馬證明是美尼同鄉賺賺 但他回來不多,被同鄉共濟彈掉了 我本身覺得在外國方面也不太厲害 我想要給點時間 標之功能,我仍然覺得這筆馬是有用的 仍然覺得他有用的 馬防第二選擇 但來到香港之後,跑了四場 都出了一段仔 真的出了一段仔,只是出了一段仔 他的腳是有問題的 我當時不買這筆馬,因為腳有問題 但不知為何,標是最喜歡買紐西蘭馬 但他全部都買得不好的馬 找我一個吧 他在那場,維卡托堅尼輸給Tokerangi 之後在那場打比特輸給Rocket Spade 我記得他有兩場馬 我都說,咦? 其實呢 如果他那個... 取位 騎得好一點點 應該是會名次好一點 我覺得他是二班馬來的 但來到香港之後 暫時覺得好像還沒有很足夠 我仍然覺得這筆馬是要留意走勢的 但四龍坐在腳就夠了 極竹飛彈上場 我就有拖到,有給到 馬坤炒上來了 如果跑馬蘭瓊不是少少受阻 應該是第四名 但如勢非常好 看回到外地的形狀 這隻又是轉四歲的馬 他在三級賽 輸了給Cinnawan 到澳洲都會跑得不錯 三班沒有問題的馬 而且他在外地跑千六米也是非常好 這次增程更加適合追 上次他過第三名 我覺得算是厲害的 好一口追上來 這次用蔡明少 鬥志很鮮明 不是啊 轉五歲的已經 OK 他已經轉五歲 不是四歲 我想就 拖腳吧 這些畫 可以隨時入到Q 可以隨便 幸運傳奇 今場會不會被他賺到尾 臨場會不會有個非常利前置的偏差 他很明顯 草地沒有了優勢 要跑泥地 1650米 他最後幾步也捱不到 但是泥地很厲害 就是這樣 現在的評分 由跑泥地 加上的71分 現在就是浪到雲 他三班 他跑草地 1400米 都要捱 所以在這組裡 除非有個大利前置偏差 如果不然應該選不到他 成材 我看到他上場贏馬 都贏得輕鬆 但是四班谷草 始終狀態很健康 贏二進 很多才子 但是他就輕鬆 又是一隻能夠前置的馬 阿倫仔是真的會博殺的 1月1號 所以我希望他能夠 跑到第四名 因為這場馬 真的純粹得著幸運傳奇去放 所以他排了一個八檔 排成在幸運傳奇外 他其實有權跟他上 上一出來才算 我不排除有個第三至四名 銅龍光彩試襲試得OK 但不知為何 走去放頭 2200米那場 之後 跑到2000位 走去樓後 一隻本身不厲害的馬 還不是最銳的時候 第三就是1600米鹽短 說完了 到時再看上一場 其實他跟的好位真的跟得不錯 這隻馬是不用留到很厚的 來到香港之前 我都說過這隻馬是三番沒問題的 可能會再進步一點 還未夠的 我都說明他上場也是 賺了一個晚步足 回到騎下去不多 過不了的競力十足 但是如勢不錯 旭日星明顯比他更好 所以回到第六名 但上場都收貨了 因為預期都是在那些位置 八十倍差不多 所以這次排了九檔 我希望一件事 因為七八檔是快馬 我希望他先跟著走前 不要留後 不要留到落包尾 我希望他能夠跟著走前 因為這匹馬是有權 可以守三四位 他的狀態仍然未夠 要輸多一場 我希望威哥會說 輸多兩場 下班 怕四班才殺 希望他會這樣做 瓜到口 上場有人跟我說 這隻馬要留意 那場泥地 我說是呀 就是泥地很厲害 草地暫時未得過 草地之前雖然有一場追下去 有少少走勢 但我對於他的能力上有少少保留 我覺得他可能是一隻泥地的三分馬 草地的話 他要再證明多一點點給我看 我暫時還未覺得他 是一筆很厲害的馬 新境界 王同公子的兒子 你看到他連續兩次輸不遠 一隻英國的馬 我們叫Boat Shooter Ed Walker 他是泥地馬 最後贏了三場泥地 我想減兩分落班 跑泥地 他的路程就是 跑1400-1600米 我想你落班 跑谷草或泥地 1650米才再考慮吧 第五場 我剛才說了 金戈儀要拖 極速飛彈要拖 成材要拖 但如果臨場看到 好利前置 行運全奇 你又要兼顧 但1600米真的不到 同州共濟 明顯要爭分跑打比 當然 村航貫區 老靈太陽也要 但來得比較好 是同州共濟 村航貫區 我不敢完全畫死 但我把威威鬥士放進去 因為千種排九檔 他可以跟著 成材和幸運傳奇 埋去 我認為這匹馬 他有權差四龍彩腳 但狀態真的還差一線 越來越好 但還差一線 他又不夠分跑打比 但這匹馬應該有用 第六場 第六場 第四班 1800米 這場馬又有步速 但不會太快 幸運精算一隻 和幸運傳奇一樣 也是嚴長 因為馬巴基之有 我不敢畫死他 因為很肯定 那隻馬的狀態已經來了 上場抹了他 慢時間 慢步速 每隻隻都不會追 包美翻譯當然是差一點 但我知道這匹馬 根本狀態起了很久 1800米 上季都會贏 上季51分 58分 上到三班都會上名 這匹馬前置也可以 沒有特別的快步速 如果被他跟到前面 有權偷雞 三重彩一定要拖回 二個馬騎尼斷金 我想會不會跑菊草好一點 他狀態已經跑了 上場跑過第八名 但回來輸不太遠 一堆馬近 其實見到這隻馬狀態已經跑了 平分有優勢 跑回四班賽當然好 始終上場都是田草1800米 但我覺得 跑菊草1600米 1600米 會比跑田草好 他跑田草最多都是跑第四名 我放不放在貼士上 因為我估計他會偏熱 還要排十二當 但我建議 四龍彩和大彩池如何拖回 三號馬 標之王者 轉去蘇布羅馬 跑了四場 都沒有表現 但上場是有追勢 1月28日後 試了一課集 輸給浪漫組合 但回來肯追 看到有走勢 如是也很好 從內難捐上來 一隻我不敢完全畫死的馬 跟剛才那隻 騎尼短金一樣 我覺得也是 如果你投注四龍彩 一定要兼顧 但頭五選擇不到他的馬 博愛之光 三班尾馬 四班頂馬 連續兩次 都追得非常好 剛剛那一場 在裡面塞塞的 然後從外面追到 勢頭不錯 增程飽1800米更加適合 在外地都贏到1800米 遠地 就是Hoxberry 偏貴的馬 我當時沒有考慮 沒有買到這隻馬 我覺得是不厲害 不值得三十多萬 所以我就沒有買到 但是 希斯就整身馬 配合而來 明顯地 這隻馬 跑長直路更加適合 我想他未必贏到 就是排二檔 看看會不會取位好少少少 但計他的爆發力 在這組裡可以爭 正本開心 看正本開心 正本開心 其實我經常都說 1400米比1800米 比1800米 1800米也勉強 2000米其實不太到 但是就適合 純粹說適合 上次跑過 泥地就有得去 當沒跑過 翻課 副鏈 或者拍跳 全部都摸得緊 都見到他功夫做足 狀態OK 和奇地短金標之王者 機會差不多 是邊線 得勝多 排了十三檔 但是這隻馬來 能夠跟前 我特別再看看 下閃幣 灌木蟲 沒有理由 跑不到 跑不到 這些路程 他就是Darcy Brahma的兒子 其實上季都見到 慢徑 看回他的半兄弟 有一隻叫 High Emotion 跑到2400米 另一隻叫 Diamonds and Bubbles 跑到2200米 所以跑到1800米 我覺得沒問題 馬狀態已經來了 沒有了 沒有了梁家俊 換了 卓明少 其實是馬房殺手 所以我覺得 這次換到賠率 我找他走 始終排在外檔 鑽石複星 跑到2200米 連續贏了兩次 上次跑到2200米 就回到不多 可能現在跑到2200米 跑到2200米 跑到2200米 不到 但是他前方贏谷草的賽事 由40分贏到上來 現在50分 有點尷尬 比較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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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偏尷尬在前面 和他一起在前面 慢放 但是兩匹馬這個路程 鑽石複星會OK 但是幸運精選 這個路程是嚴長的 兩匹馬都要靠慢去賺 但如果你說說靠慢去賺 他鬥爆我 他又不夠人爆 所以兩隻馬 鑽石複星是級數上 幸運精選 就強力 我選不到他們 9號馬歪歪高升 我有想過擺不擺在貼士上 但到最後想著想著 他連續兩場 其實都有點 flat 我覺得是一般 上季贏馬 加了現在50分 有少少鹽輕微浪 狀態跑起了 能夠跟好位跑的馬 能不能夠賺到尾 看發揮 用班德麗 應該是鬥志好鮮明 但是如果算機會 他和鑽石複星 行運精選 差不多 應該是在正本 開心 麒麗短金 標之王者之後 奮鬥志星 是real impact 的兒子 增情沒問題 下線幣command 上線的real impact 應該越跑越長 16800 應該沒問題 但初出跑兩場 都是輸得比較遠 在12月9日 重發市貨集 都未肯走 所以我覺得 要再減一下分 十一號馬 複線 關鍵 全組馬 關鍵 在於這隻馬 因為他跑兩次都會輸 但他是有前速 上櫃 能否符合 都能夠放在前面走 可以燒你 這隻馬是關鍵 這隻馬是霍宏星炮 排九檔 如果他放出來走 頂著鑽石複星 再幫忙 扯快點捕捉 對於後取馬會比較有利 這隻會是關鍵 關鍵馬 但狀態真的不夠 熊麗射 我有想過放在頭幾選 因為他評分 46分可以隨時入位 記住 入位 贏是難的 但這場馬 很明顯不會有很快的步速 他會不會跟在前面走 在前面走 均速 我又是那句 如果你慢步速和人鬥爆 你不夠不爆 因為他們 前置馬 除非你按到很慢 很慢 1分17秒 才可以 否則 有個正常步速 我怕他第四名都沒有 又是那種 麒麗斷金 標之王者 正本開心 和這隻差不多 都是那種 自動採腳 13號馬 香港精神 我反而選這隻 第五選 因為看到他上場 流到很厚 是慢步速 偏慢步速 爆了24秒 5-2 不算很厲害 但贏一隻 成功升驅 上來應該可以 四班 一直都知道 他是四班 都有能力爭的馬 排了六檔 不用流到那麼厚 他有爆發力 所以五排除排到第四名 這場馬 真的好在 取決於那個 補促 巴基之右 鑽石複星 行運精選 複善 紅利蛇 這五隻馬 會快一點點 只要巴基之右 和複善不消 那隻 行運精選 就會在前面 賺到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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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賺不到 但是呢 後追的堆馬 明顯斑頂馬 例如正本開心 波海之光 旗梨斷金 會不會被他們 忍住忍住爆斷呢 因為這場馬 我估計是一個 正常步促 是偏慢的 但當然有一個變數 就是巴基之右 肯肯肯燒你了 所以這場馬 我算來算去 我覺得好像 博愛之光 和德勝多 兩筆馬 都是有權跟前一點 很少的 因為一個排檔 一個是有前速 我覺得這兩筆馬 好像直薄一點 第七場 四班千六米 這場馬的道速 會很關鍵 因為我看來看去 都看不到哪一隻馬 是快的 我看不到有快馬 會不會是翡翠鳳凰 走去放呢 沒有快馬 真的只有他一隻 因為馬博愛有 排十四檔 有權跟前一點 但是上次 就排九檔 賽前也說 只要他肯跟前跑 因為那場馬 沒有什麼補足 跟前跑他有得賺 但結果他走去留後 這個馬房的馬 這把馬 都立得很厲害 這次換了賀明 排十四檔 我怕他走去留後 如果他能夠跟前 首爾第二位 第三位 他有權掃了 是一筆馬 所以如果投注四融彩 拖一票 二號馬 都市神話 周俊樂 1400好 這隻馬 一向都是 1650米不到 近方上 不算很銳 59分沒什麼好處 但減回那幾磅 就好一點 他也是這樣追上來 有些走勢 但始終比較被動 看看他最近的操練 11月21日之後 試一貨集 12月20日 試貨重化集 追上來 不差 有勢的 但始終這場馬 有很多爆發力強 我怕他追不及 如果投注四融彩 勉強拖一票 三號馬 翡翠鳳凰 跑到這個路程 應該不到 剛剛跑1400米都散了 之前就說 在一場1400米 排十四檔 放出來就跑到第三名 但是1600米應該不到 雖然下線賣 Price應該跑得長一點 但是他的同富馬 那些 同武馬 都是1200米 1400米 1600米都不太多 我覺得他好像比較穩 萬事之光 唯一擔心什麼 這隻馬 很飄忽 以往是這樣的 能力上當然是 58分 當然還有馬贏 上場只是輕鬆地爆過 德勝多 金像非凡 他最後爆過22秒57 根本是一隻超斑馬 唯一擔心這件事 沒有打搭 所以拖腳 電信火箭 我選了他 為什麼呢 1400米他真的比1600米 一定是 1200米谷措 屈人機 但是今年我講了幾次 他的狀態不夠 但是不夠也好 他跑谷措 他肯追一點點 而這次排了一個四檔 沒有快馬情況之後 他會不會守著二三位去跑 我是想這件事 如果守著二三位去跑 他本身有本身行力 評分數是55分 其實有少少微利 我只是拖他跑到第四名 我放到第五選 我沒有放到薄外有威和都市神話 我寧願放這隻 我猜更加好分 威進區 配誰都好 在這個分太好 拍賣馬 前一場配馬馬 都跑到過冷門的第三名 那一場輸給圓圓洞 還有有紅利 兩隻馬在前面都讚 他都跑完炎炎炎炎炎 那些 不差的 上場就打過圓形 留得太厚 他追不及 那一場馬 都很失望 在內蘭捐上來 勢頭不太好 但始終他太有班 在一場沒有捕捉的情況下 如果 如果 他能夠 和大家鬥爆一段 他是一隻有權入四重彩的馬 筋斗雲 用班德麗排一個九檔 這匹馬是健康的 但特別再看他連續三次 都是二三四名 跑過1400米 我再看看他的血統 他是 1600米未必到的 他媽媽那邊 有些家族成員 就去到2000 2600 但我對於這一匹 我有少少少 輕微擔心他的長力 上場均速少少 但我覺得他這匹馬如果 留住來跑 可能好些 這次用班德麗排九檔 慢步速 守住三疊 全程六七位三疊 我怕他 搞不定 不夠蝕 蝕不起 而且他一定只有六七倍 我寧願不選他 線路輝華 這隻就是范高爾的兒子 連續兩次都有少少輕微的走勢 追勢 但暫時還未適應 還有我等他跑泥地 他下線不是Suyoni Franco的兒子很多都會跑泥地 我等他跑泥地1650 或者以上 暫時覺得他狀態未夠 隻子紅心 用駿仔 他沒有說到這隻 我沒有特別問他這隻 下線是望足的 應該要跑長一點 上場追下去都沒有特別 我覺得不太特別 在內蘭 有少少追勢感 連勁盡偏偏都追不過 外面那隻爆鬚都比你好 那你好像要再適應一下 給點時間 10號馬 慶高彩 我反而選這隻走頭 因為他的評分實在太有優勢了 第一 第二 就是他 親情跑1600米 現在這隻馬 跑1400米已經是嚴短 我一直都說不是那麼短的馬 在外地也贏到1600 當然外地的方不算很強 但是12月5號之後 他又試了一貨集 輸給什麼浪漫組合 他很輕鬆 我看到那貨集雖然是慢時間 但是明顯進步 明顯狀態是起了 而這次排一個八檔 你是不是都留著來追 我寧願搏你就冷悶 威力飛馳 似是配合而來的 這次還要初戴眼罩 給他一些新鮮感 配有無險冬 但是這隻馬減4分 上場都是大敗 所以13號之後再排 試一貨集 那貨集是加眼罩的 打下去也不肯走 伊貝排一個一檔 看看能不能節省 但是四歲仔 這隻 灰色嗎 我以為我一直都不知道是灰色 看到他還不太行 12月那場也輸得很遠 你可以說是他輸過外檔 但是這次雖然排一個一檔 但是我看到他的對手比較好一點 不排除他之後會好一點 但我經常都以為這匹馬是一匹中短圖馬 現在第三場是跑1600米 次是想部署減分 連連行運 狀態起了很久 他初出跑第七場 塞了 之後連續兩次跑1600米 上場繼續跑1600米 輸四分三馬 那場是重大眼袖 輸給翡翠綠 得勝多 跑人金像非凡 夠用 其實 但是一匹非常難贏 非常難出頭的馬 我只限於擺地三選 龍城愛將 Prosier的兒子 減了兩分 這些馬上場也有少少輕微走勢 但慢時間 彈雜 有拍跳 和錄音神區彈一貨雜 不算很特別 試貨千六米雜 也不算很好 很慢時間 所以減一下分才會好一點 這場馬邊線馬非常多 博愛有威 都市神話 電信火箭 威盡區 跟斗雲 連連行運 這些全部都很難贏的馬 而會贏的馬 例如萬事之光 沒有打搭 怎麼好 不如想一想 拼一隻冷門 輕高采烈 一隻未上過名的馬 當然 試雜 試得好 所有人都看到 會不會真的可以有十五六倍 經常會賭錢 所以 我想 這一場 他們應該會 研究一下 因為 看到他換了人 第一 試雜試得很好 只是想想一件事 梁家俊不騎他 但是梁家俊騎一隻 馬仕之光 那隻敵是馬 不是敵是馬仙 不是敵是馬仙 就是 贏開的馬仙 所以我想想想 不如 就這樣倒這條單 算吧 第八場下三級賽 一千米 只有那八隻馬仙 這一組是斷開的 跑開級制賽的馬 一號二號 標指智能和聚才 之後你想想 二班都 二班不懂得贏 三班 三班頭馬二班上來 近而沒什麼威脅的 暖在你心和全勝 很明顯的 然後 好眼光 就 很多塊馬 但全部都是二班馬 一班馬 明顯是一號二號 兩樣都是起理榜 快馬非常之多的組別 一號馬 標指智能 跑一千米 現在不夠快 一千米又捱不到 很尷尬 轉彎後 一千米 他可以放出來 一千米 真的不夠快 那下慘 一匹馬 以為他會進步 上年贏完一千米之後 之後 近而沒有威脅 以為會厲害 但還是不可以的 看見他配合全手馬而來 但功夫不太像 在這一刻我怕他讓不起人榜 聚財 季內也跑了兩個Winner 三級賽也贏了 贏了那場三級賽的對手 是獻心聲 標指未來 當家猴王 跳出世界 贏得很出色 當然 當時是115磅 受讓榜 現在是131磅 要讓人榜 近方都可以的 你剛才那場二級賽 跑得一般 不跑場一級賽都很正常 因為肯定不夠跑 我覺得會是位置馬 因為這場馬有很多快馬 如果他能夠發揮出之前的水準 在這裡留著來追 可以爭一下Q 但贏了應該不到他 好眼光 排了四檔 快馬之一 但這一刻來講 評分都見盡了 上場還要加了9分 可能只是跑泥地 才行 但泥地沒有路程 沒有賽程 跑谷草 好像沒有100分以上 跑田祖 也不夠跑 就逼著跑這場 三級賽是1000米 我就覺得他是 純粹跑個FIT 博他還有進步 就可以爭一下三四重彩腳 歐遊戰士 以前初出的時候 就覺得他好像那些緊張大師那樣厲害 但之後去到二班已經停了 上季只不懂野馬 今季就剛剛下了一場二班賽 叫做二班 谷草 他也不夠人快 而且還要輸給一隻精靈勇士 南驅寶 緊緊頂住 暖在里森 暖在里森 那場馬就受仰11磅 所以我想這兩隻馬 都是低一點的馬 我就 寧願兩匹都不選 歐遊戰士和暖在里森 兩匹馬都是FIT 但這隻歐遊戰士 對著這些對手 這次不是最快的 和人鬥學景 不夠人跑 八千師 始終跑四次 贏了四次 一千和一千二都可以 上場是留著少少來跑 加速下去都好彈掉了 跳出世界 緊張大師 一隻未見底的馬 排了五檔多塊馬 他就守著中碟 看空島應該贏 正路馬膽 跳出世界 剛才也說 這組的對手不夠跑 他現在是要跑焗草一千米 填草一千米 他要跑二班 都是跑一位置 但我算死數 他始終是填草 怎樣都好 過暖在里森和奧遊戰士 所以我先放他走 先過那兩隻 但都是四重彩腳 暖在里森 大摩拉士 放下的馬 這些 都交代了有餘 這組的對手 上到二班真的不夠跑 他只是跑得近 而沒有威脅 一千米當然是最佳路程 但是 填草一千米 和對手太強了 全勝 和暖在里森都一樣 是很合理的 但是 減完這三分 下去跑三班 一千 會贏得 看二班不夠跑 我經常都跑得近 因為這隻馬 希望這次輸遠一點 好了 八千絲 都始終未輸過的馬 不知道有多少 在手 我覺得 走投 最財 我純粹選他 因為 馬防有馬配合而來 第一 第二 就是多塊馬 留住來追 隨時會有驚喜 但是 只能夠拖Q 標誌智能 是 級數 他一千米現在不夠快 希望他能夠 守著二三位 都爆下去 都有 這場很多快馬 我希望他贊到位置 好眼光 另外一隻快馬 起碼二班 會贏得挺出色的 我排最上 我會先過 澳遊戰線和暖在里森 而跳出世界 明顯地 田草的級數 是高過 暖在里森和澳遊戰士 全勝又排一檔 所以 我就選他第五選 這組馬 都不是重心投注的場合 第九場 三班千二米 這場馬 步速應該不會慢 有隻幸運有利 因為馬 線路之星 其實這匹馬 你特別看看 他上一場落重飛 而我之前都說過 其實他跑到1400 1600米 1200米其實是嚴短的 這隻馬現在80分 他欠一個位置 如果他跑得好 他應該可以夠分 跑到一里那場 四歲那場 我想他會報名 上場其實不差 回到來 他是蝕蝕的 比起那隻勇創 先 他讓一隻勇創 19磅 回到來 他不差 而且魚勢非常好 他 抱著抱著 可以過那隻勇創 之後 我覺得他跑得不錯 來香港跑第二場 位置馬 應該不夠贏 但可以爭位置 2個馬同樂日 這個評分是純粹差3-4重彩腳 但我之前說過 不可以放頭 不可以放頭 一搶他出來 就不行 所以之前 巴道跟他跑 留住來跑就可以 潘頓之前都會跟他留住來跑 但上場不知道為什麼他會放 留住來跑 追一段 他應該是最好跑法 位置本身 但馬房實在太弱勢了 這牌 只是借了 牌狗當 留住來追 我怕他追不及 但是四重彩 你一定要拖一票 這些馬是隨時可以追一段進來的 贏不到他 3號馬 聲運藍著 我真的蠻失望 因為搞到現在才出賽 去年都已經說明 過百分馬 但是 一直都是很有趣的 他初出特階 再出就不行 所以這次初出 但是我記得他在暑假的時候 我看到他 嘩 那隻馬不同了 試襲得很好 我以為一出就贏了 怎麼會一直都不出 然後拿回香港 試了一次 一試就糟糕了 就不行了 試得很差 再試了貨 11月5號又是差 然後拿上重化再試襲 試得OK 到最近12月14號 本身就想著 這個貨集市得一般 然後這隻馬就好像 都是操不起 因為之前明顯下了 但是 魚勢很好 肯追馬 這隻馬 記住 初出特階 所以 明知這隻馬不會大熱門 所以我找他走 肯定是過90分的馬 我先說一下 逆史奇巴 上場輸什麼 就輸流後 這隻是前置馬 走去流後和人鬥後驚 梁家俊搞這些事情 換人 換周俊落 鬥志好鮮明 可以爭Q 位置Q 幸運有你 我都說這隻馬很進步 但上場我仍然看到一個瑕疵 他最後幾步都是停的 12米不到 還是差一點氣 但開了氣之後 可能會更加進步 上場就慢步速回來了 時間算是偏慢之下 剛剛回來了 跑贏那些勇廠 仙奧之星 逆史奇巴 這次都是對這些 還有什麼自然輝煌 這次排了一個二檔 好檔 大熱門來的 走不掉 你無論如何都不能飛掉 所以都少說廢話 我只是搏他一件事 就是最後幾步 上次最後的100米 50米 真的看到他力弱 以前得勝 是一隻很貴的馬 但來到香港之後 不適應 試襲試得好 但真跑不行 可能真的要爛地 或者泥地才行 12月20號 羅伯奇龍 在大陸試 騎下去都不算這樣走 貫注力未夠 要適應一下 自然輝王上場 其實不差 看到他跑過第五名 回來有獎金 這隻是Bravado 當時 我記得我談過這隻馬 他說不買 我記得他 Bravado 幕後班人說不買 但怎樣都好 在Skone跑了一場二班 贏馬 帶著羽毛面固贏馬 來到香港 這次初戴羽毛面固 應該幫到手 但對手比較強 排了十一檔 這是賀明年 所以留到立班 我怕追不及 但留意走勢 這隻馬 這次初戴的配備 是外國野馬配備 應該有幫到手 紅紅 排了一檔也沒用 因為始終他贏四班 四班都贏得很純粹 我打算他會放頭 或者跟前走 不知何時是前一次 但結果他回來還是沒有 感覺上好像想部署減分 但要記住這個馬房很有趣 很喜歡在61分 總之是在下班之前是薄的 不下班重磅 遲些給他一點時間 我想遲些會可以的 輕途奔分 Snetso的兒子 但我之前也說過 Turquoise Hope 他是南澳 他是贏得很小 澳門級的馬 初出戴眼罩 因為外地也有眼罩 痴是配合而來 但對手強得很厲害 他應該是不夠跑的 他是三班不夠跑的馬 我想要減分下班才行 勇闖 我仍然覺得他有一匹 應該要增程的馬 千二是嚴短的 上次騎下去 最後是有幾部 越來越黏的 我有少少怕他這次排在三檔 雖然能夠跟好位跑 但我有少少擔心他這次 比那隻仙奴之星 可能會跑得好 上次真的有少少明顯的 看見他有點黏黏的 他是賺了內蘭 那是死Q 每個都比開了 但他騎下去不算很出色 所以這次排在三檔 雖然可以賺 但我寧願搏他 四重彩都沒有了 雲來福星 一匹評分沒有優勢 但可以欠三四重彩的馬 但對手比較偏強 你只可以說 這個無險冬是否跟你炒上來 所以如果你投入四重彩 就拖一票 三重彩都不用預計 好了 剛才說了 幸運有利 逆試奇巴一定要選 這兩匹馬一定要選 逆試奇巴這次不要留後 如果不留後 他可能可以欠Q 青雲藍爵 我搏他走投 原因是他優後突佳 每次都是初出那場特別好 今次希望他可以 但我一定不會建議到WINPAY 因為我在過去幾個月都不停地說 他的雜貨 神貨看見他明顯地沒有支持 不是最好的時候 下回香港之後是不行的 又上回去又下回去 又下回去又上回去 近期的貨集日好了一點 但是他始終是 我覺得最少90分以上的馬力 方仔說過百分的馬力 初出有少少賠率 不如用他做膽 腳方面 仙奧之聲 同樂日應該留著來跑 勇彩也都留著來跑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說同樂日和仙奧之聲 我覺得好似的上方多個勇場 我就選兩隻馬先過勇場 同樂日我沒有選到 因為我怕馬房是弱 但是這三隻馬差不多 而特別留意一下 自然輝王的走勢 因為他這次排十一檔 初戴外地的贏馬配備 我猜會進步 第十場 二班千四米 有四五隻馬 好像控制大局一樣 步速方面 我只看到他收到回來快一點 鋪成智勝 美麗同樣十檔也不怕 應該跟前一點 還有一隻包藏長勝 一項馬街運財 上場抹了他 他當沒跑過 回來都是輸三個幾馬位 那場是跑一班 一班回來 你當沒跑過 希斯就說 覺得他這次應該可以反彈 見到他最近的試貨集 很輕鬆 雨勢也很好 他覺得贏不到 他覺得美麗同樣贏他的 美麗同樣去以前訓練 所以他知道底細 但我覺得Q怎樣都要選這隻 首度回來會在前面賺 但評分真的沒有優勢 連續三次都是近而無威脅 在前面賺回來 對著這堆馬 排了五檔 用周進落 希望可以提升到 名次入的四龍採腳 但最多都是四龍採腳 風火戰區 我以為他是想部署跑那場 四歲經典那場1600米 因為他血統上足夠 但上一場搞什麼 騎下去是完全一滴都沒有 好像爆了一樣 是沒有東西看的 回到來是不多的 希凡才子 首度回來 黑圖火箭都比他快 所以我覺得上一場馬 你是不是可以抹掉他 還是真的被捕爆了 不懂得說 他快捕捉是特別適合跑的 但如果你說正常捕捉 他未必夠你爆 所以排了二檔 裡面會不會塞 第二樣東西上場真的很失望 但這場馬有四隻馬特別強 你不能不選 所以我先放回第四選 電路三號 我上場也有說 我真的拖不到他 但我說這匹馬 有角度的興趣就可以了 他在這個分子仍然可以欠位置 我很肯定 我特別說這件事 轉馬房不要緊 上櫃就跑了 但他在上場跑之前試閘 我都說這隻馬都生了 所以上場去跑第二名 我一點都不覺得出奇 我反而覺得他在門冠 為什麼裡面捐到上來 但怎樣也好 這隻馬其實他在這個班 是可以爭的 但要考慮一件事 就是他現在跑完千四米之後 應該要上千六米才行 而且對手真的很強 不過這隻馬有一個殺雀 就是他能夠跟前一點跑 他不用留到那麼厚 昨晚不是說有快捕速 不是說有快捕速 他可以跟前一點跑 希望他能夠放到好位 如果你說他是 全程三碟的話 那就再見 就算是有快捕速 美麗同享 擔心這件事 上次加了九分 就不擔心 他如勢非常之好 其實他沒什麼用過 時間偏慢 但他贏得輕鬆 當然是前段讚 但好像怎樣跑 也是他贏的 擔心這件事 他是1036磅 吃東西可以 但那磅跌了十幾磅 所以功夫不敢做 見到他上次跑完之後 度步為主 跳得三課 他狀態沒有問題 但是他的綁 我是擔心這件事 潘頓本身預約這隻 但呢 就 傷了 但他都說 應該正常來說 都是 hard to beat 應該都是贏的 而我聽到馬房 就說 全馬房最好是這隻 和加州星球 暫時這一刻 他都覺得是 評分仍然很有空間 而且我都覺得 應該是還有馬贏的 沙王者 上季很健康 去到季尾的時候很健康 雖然是菊草 但之後跑上三級才 當然不夠跑 但上季真的健康 跑二班都應該夠爭 但是復課之後 復課之後都比較 他功夫是有的 是有做的 但好像不太敢拿做 最近其實一副田草集 輸給當家精神 他肯走的 他是有走勢的 但是他始終未開氣 有些擔心 我想他應該會冷 過電套三號 如果投入四龍彩的話 你拖一票吧 保成智勝 上場真的厲害 明顯狀態不夠 前一場 但是上場 為什麼可以在前面回來 加抽星球一定贏 他拍著聖德威風回來 越騎越有 鬥下去是有的 當然 騎士代言馬之後 那天去到架後場次 那些人都很小心 所以他都 取位 每個人都很疏 但是他贏那隻叫做 鋒創繽紛紛 包裝泰寶 那樣 跑這個路程 是擔心他 是擔心他 不夠12米好 計馬呢 評分上應該仍然可以欠位置 但是上場的第三名 我有少少懷疑 包裝馬順勢贏 減兩分 我之前都說過 這個馬房真是凹 而且這隻馬上季有少許穀 爆了 因為欠了獎金之後 特別獎金之後 就明顯這隻馬 上季都說過 他在二班 輕榜面強爭下位置 很難贏 結果被他贏得 拍手掌 加了分之後 沒有優勢了 12月12日跑完之後 功夫都不像樣 部署人減分 可能要下班 疾風明區也說了很多次 不是1400馬 不是1400馬 是1800馬 甚至是更加長的馬 所以上場贏馬 很合理 贏三班 贏超勁勇士 龍船狀元 不厲害的對手 現在縮回來 跑了1400馬 第一件事 升了班 雖然綁輕了 但是 縮方來跑1400馬 很難贏 111檔 他會不會跟著美尼同行賣 如果他能夠這樣做 他可以 省省賺賣 不然就難一點 包裝長勝 其實1400馬仍然嚴短 可以再跑長一點 這隻馬仍然是很搶口 很急的馬 還未學會怎樣解決 跑了五次 三WIN兩個Q 兩次輸馬都是緊緊輸 一次有意外 我們上場就 臨場換人 大外檔 12日之後 巴道和他試 看見都幾合拍 唯一一樣 看看他能不能跑1400馬 留得住來跑 這隻馬 留得住來跑 他的成就應該更加高 這場馬是沒什麼很快的馬 看看他會不會在內蘭 有隻手道回來 可以扯快一點點 他留得舒服一點 如果是全部這麼慢來跑 他就麻煩了 當然了 美尼和響應該會自己放 應該會輕鬆在前面自己走 看看他可不可以給我 這隻包裝長勝 我覺得佳運才跟他差不多 但是希斯就覺得佳運才是贏他的 飛翠精選 排了七檔 跑回大前貴水準 夠贏 但是今年的三場水準 就告訴我 他好像需要下班 剛剛又彈了一貨的閘 若你很喜歡彈一貨 400米閘 我不太明白 這些做法 粗死隻馬 所以馬很多時候都保持不了很多場 這隻馬就先減分 不多說了 好了 四隻強中強 美尼和響 佳運才 包裝長勝 風火戰區 風火戰區 一隻不敢劃死的 但只是限於拖腳 因為水準實在太過失望了 再邊線一點 沙王者 寶城智勝 疾風明區 電腦三號 這些 魚頭絕馬 T四龍才 不能不拖 但是三隻馬強中強 佳運才 列馬斯就說 今場會回來 而且應該跑得贏 包裝長勝 但他又覺得 美尼和響 Hard to beat 他又覺得美尼和響 應該贏 而包裝長勝 那邊 我就沒有問到任何東西 我覺得這隻馬 是有能力 但是馬防實在太沉了 還有 這隻馬 經常都搶 今場馬沒有快捕捉 沒有正常捕捉 我怕他搶得太厲害 因為如果搶得太厲害 在這一刻 你不會夠 美尼和響跑 而美尼和響 我聽到 馬防覺得 加州星球和這隻 是馬防這一刻最好的 群組 特地不跑一場 那場三級賽 因為不想蝕榜 第一 第二 為了少少獎金 為什麼要去 少一場投馬呢 因為 就算他贏到那場三級賽也好 他會被人加十幾分 但是現在贏這場 如果贏這場 仍然可能去到95分 還有一場投馬在手 又收多百多萬就更好 所以 部署上 本身搬頓跑 但是現在就叫蔡明紹 沒問題 放出來跑就可以了 希望 正正常常 是這三隻 惡少少 尾場賽事 三班1400米 部速應該會快了吧 有隻膽大的威猛 轉鼓不會慢吧 因為我買了六欣神区 最初出的那場非常好 我都說過這隻馬 其實庭部速跑 1400米 應該好過1600米 是到的 但是1400米 上場 就均速回來了 在前面走 對著一班馬 不夠跑 進度不夠 還有1600米不太到 12月12日之後 看到他 試了複雜 很輕鬆的 我覺得這隻馬 三班又買贏 但是始終頂磅 用潘明輝減2磅 可以幫到手 差一下位置 因為純粹是磅 2號馬 真妙星 容天鵬馬房的馬 轉去容天鵬馬房 看到以前的妙女得道 很厲害 跑了三班1400米 你看到他上場跑泥地 有走勢 肯追 電路3號 我經常說這些馬 有能力的馬 只要見到他有走勢 有追勢 即是馬適回 跑底的狗 回到來 其實他不是輸給你槍燈結賽很遠 他很輕鬆 收手地僵地回來 跑到第四名 我認為他在這組可以贏馬 排個三檔 我估計他這次首次三四位 不會讓你留到後跑 超威星 本來香港之前說三班馬 來到香港跑完第二名之後 就說二班馬 結果回到來 現在是三班菊草 但是千四米真的不到 我知道這隻馬適 我聽到這隻馬適 但我常常都跟他說千四米不到 所以這次我還是看低一點 膽大威脈 如果跑出來就拍手掌 真的沒辦法 這些馬很明顯看到他 壞了 你不知道哪場他突然肯跑 一千千二米才選擇他 千四米不到 這隻馬應該 雖然下線是STARCRAFT 但我想他應該千二米為限 而且我看到他一口還沒跑完 可能跑到千米比12米 減一下分 五號碼閃得快 三班長期入位置 你不要管他什麼賠率 長期都有欠位置 上一場包美這樣追下去 輸給美麗滿滿 說的是12月27日 早幾天的事 他完全沒有跑過 記住那場馬完全沒有跟你跑過 他在包美之後在內蘭捐上來 外蘭捐上來 回到來追不到馬爾代夫 但那場馬基本上 一早已經知道輸定了 沒有捕捉 但回到來其實不算很頑 他留得太厚 我再看回 看他是留得太厚 那麼快已經報名了 這隻馬 沒話可說 這個 出後部閃得快 總之他留得太厚 就是這麼簡單 這次守回好位 可以爭Q 少爺仔 你會說那隻包裝長勝上二班 都是葉滿分子 你剛剛上次就贏過他 那這次是否應該變成葉滿呢 另一件事 你想想高伯伸的馬 會不會有兩回答 馬雅值不值得你由57倍變成57元 上場究竟有多厲害 跑錯了 那隻包裝長勝 後追馬 那些什麼 極速飛彈 泡馬雅人 全部追上來 那天 那天是內蘭非常之不好的賽日 他包上來 23秒01是不差 但那天內蘭是不非常之差的 所以他在外面追 追過的包裝長勝 包裝長勝只是欠一點運 所以他三班夠爭 但加了分子又排了一檔 他這次要踏出外面追 要找位 我們覺得難了 所以我不選他 快博初出那場能夠跑贏一隻 南俱寶南俱寶之後贏二班 所以我都不知道怎麼解釋好 連續兩次 不要說兩次 剛剛那場 谷草千年米 他追上去有少少走勢 仍然也有少少走勢 但潘明輝也不飽了 換了霍宏星 你說怎麼搞啊 在外地贏到1400米 跑到1400米一定沒問題 他一定追了一段仔 但我寧願選一些輕磅馬 沒有選他 不過頭轉馬T四龍槌 你一定要兼顧馬 飛將奧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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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 要騎才肯走,要跑長一點,初出跑1600是不怕的,但狀態還未夠 久運了,前一場倒一條單Q,好分,擺明是死Q來的 69元,69元也沒辦法,還有超音鼠,中條T也好,600多元 1200米好過1400米,暫時反復一點,不要留那麼後 初出那場就慢了閘,剛剛上場是代外檔 今次就給了一個12檔,他又是外檔,預計他會留後 看血統上好像1200米好一點點,只是擔心這件事 但這場馬就有個快捕捉,未必會幫到手 十步馬九龍神區的Tiofiel的兒子,下線排Rock of Gibraltar 應該是中場圖馬,在外地贏儲女馬賽1600米 在Nars贏一場大難地,之後跑場黏地的三班樣 上榜賽2000位就跑第二,要1600打上 但很有趣,雖然這場馬明顯狀態不夠,而且要跑長一點 所以18號書貨集是騎下去完全不肯走的 12月6號跟領才師騎下去仍然不肯走 但上一場跟超級軍團士的貨集 這場馬比起我預期快,但肯定未夠 有何不可,Memmys的兒子,我聽說史賓沙介紹他 史賓沙騎幹就介紹他買,但我不懂得進步 而且這場馬不太好,贏場Good World也不太好 但怎樣也好,在香港跑了兩次了 不肯走的,還未夠力量的 金像飛凡排二檔,今次有隻膽大威猛放 會幫到手了,我講了很多次 這隻馬1400、1600,暫時未知哪個路程比較適合 講了很多次,不要再放頭 留著來追蹤號 最好就是守住四五位,不要守住二三位 但今次他一定不是最快一隻,膽大威猛最快 他排了二檔,他應該可以守住博洩號位 他會好好跑,我不排除他贏了六因神區 二進,排了十三檔,只是擔心這件事 但你看到他連續跑兩次,跑1650 狀態初起,都可以追到這樣 始終能力上應該有些用 這隻馬,今場馬肯定有個快捕捉 肯定膽大威猛會快 與其拼那些閃德快,和少爺仔內蘭捐的話 在內蘭捐的,和六因神區 看他追了多少 我不如拼一拼這隻,十三檔 他也是拼到外面追,不要太早拼出去 入到直路才拔出來追,爆發力很強 不排除第四名 好了,看完這場賽事,六因神區 金像非凡二進,邊線馬 快搏少爺仔,都是拖腳穩定一點 閃得快,怎樣都要拖回Q 長期能夠爭Q的馬 六因神區,剛才說了 綁重 如果懂得贏三班,二班有個表現 真的只有珍妙星 馬防止有馬配合而來 第二,這隻馬上場告訴我 他的狀態已經跑起了 他三班馬,二班都曾經贏過 先贏過一場泥地 但在一班都近過 他那時候是很健康的 所以他不算贏面非常高 因為他始終是九分水準 但如果能跑到以前的水準 他可以掃你 好了,先講一下分場 羅副全馬防 美麗再千龍 Eason,我建議拖腳 甚至健康愉快 都是拖腳穩定一點 幸運傳奇 三班比較難 正本開心 四重踩腳 八千獅應該是贏得的馬 看看他對著惡 看看有多厲害 金像非凡應該好過超威星 要拖腳的 這隻馬 蔡漢馬防 我想那場三級賽千四 三隻馬 我想勝得精彩和勁駁 好過這隻幸運快車 瓜渡口 我有一點擔心 會不會是一隻 怎麼說 泥地好一點的馬 我見到連連行運 你要拖回QT 二進QT 風火戰區和疾風鳴鞭 我覺得風火戰區好一點 但雖然真的頑皮 勇闖 三重踩腳 不要看得那麼高 天四位可能比較好 跳出世界和空眼光 一對馬都拖 這對司徒真是 惡惡這些馬 高冬尼馬防 美福星最多的是四重踩腳 伊朗 我想應該放不到 不會再賺到 銅龍光彩還不行 標之智能 勉強拖腳 三重踩腳 線路之星一定要拖 美麗同享華贏得 女劍威馬防 威威鬥士最多 威盡區位置 暖著理心和全勝 最多都是四重踩腳 其他都是一般的 希斯說他手馬很好 齊心同行位置 加運法位置 包裝泰寶 有權贏 阿倫仔都說 如果收拾了個好檔 跑得回 十月的時候 那場水準 足夠贏的 成材位置 貝之光 欠Q 伊背 聚財也是位置馬 贏得的馬 會是街運賽 或者是 幸運有利 看法輝 丁冠頭馬防 那三隻馬都慢一點 較低的 鑽石複星和前座飛 是邊線的四重踩腳 審集成馬防 這陣子立得很厲害 美活人生應該難一點 我覺得全日最好應該是同舟共濟 博愛有威 如果肯跟前的話可以爭阿Q 和樂日 對手太強 四重踩腳 留著來追 包裝長勝利 不能不拖 容天柏馬防 無限驚喜說贏得 正本雄心和鑽飛龍 兩隻馬要拖 其他馬 我想狀態比較偏好一點 逆士奇巴和真妙青 兩分馬都是難贏的機會馬 首到回來 電路三號應該好一點 上次也有這樣說 都市神馬 李四龍彩腳 行運精選千百米不到 偉達的手馬 我想比較好一點是閃得快 但只是拖回QT 文家良馬防 我認為是天行健 應該最好的一隻 紅麗蛇 Q和三龍彩 一票 方家柏馬防 上心升QT要拖 村河冠區 我不敢完全滑死 我覺得這隻馬有些能力 其他馬就是星雲藍雀 初出特階 但我看見他 我不喜歡他的狀態 遙本輝馬防 風繼續吹 是一隻半冷本可以贏得的馬 來得不錯 極速飛彈 怕追不及 QT拖一票 得勝多 我就認為他跑千百米沒問題 贏得的 跟斗雲反而 均速一點 未必可以 歐遊戰士 能力上好像沒以前那麼好 保城智星就千四米 沒千二米那麼好 彈太威腕就壞了 所以我想最好是極速飛彈 風激肉吹和得勝多 極速飛彈馬防 整隻手馬不太像樣 匯展達人千百米 稍稍嚴長 其餘斷金可能是最好的一隻 蘇惟宜馬防 標形奧漢拖腳 超月明也是拖腳 特醒也不可以 萬事之光是怕沒有打搭 但計馬很好 巴基茲肯肯放的話 有權爭 苗里德馬防 我想香港精神 物路盛世金高宜都是邊線馬 六欣城區也是位置 只是這四隻馬好一點 賀賢馬防 最好是威力斌騰和喜悅精靈 威力斌騰超級 威威高星 我會建議善龍彩拖腳 快博 我不排除會追得近 但對手比較強 邊線善龍彩腳 隨於石馬防今年弱勢 不知為何特別差一點 電信火箭和運輪複星是邊線馬 鄭俊偉出一隻 不可以的 賀良出一隻 我想要再減下分 要增情 高柏昇出兩隻 複線 金鬼 一般 我想要再適應一下 少爺仔 上場贏了馬 今次可以不可以 有點擔心 57倍變5.7倍 寧願四龍彩冷一票 蘇布羅瑪芬贏了四場 全季 我想他最好的是 標之王者 慶高彩烈和韋小寶 但全部都是邊線馬 我塞一隻慶高彩烈下去 因為他始終是PP 但我對於 他的手馬 都是 看低一點